哈喽大家好我是达特哥 当你打开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就已经暴露了你的身份 天粉无疑 因为不是天粉的 绝对坚持不到现在 还在看我的视频 其实这个视频我是不愿意发的 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真实存在就可以讲 并不是说是事实 你就可以说 是觉得很多不能说的方面和原因 但我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 因为现在我已经是一个 中毒一律中患者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是在讲真的 一直有看我视频 应该可以感觉得到 早在17年开始 我就一直以娱乐搞笑 作为我的风格 我的目的很简单 希望大家看完我的视频 可以哈哈大笑 无论你是被我的搞笑逗乐 还是这家伙完全是个傻子吧 而逗乐 其实说白了 我就是个小丑 后来在我签约了西瓜视频之后 收益开始慢慢变好 然后不光做视频 还开始了直播 起初的时候 直播间人数也一般 几十个上百个 但自从开始搞网址荣耀 免费送648 免费帮粉丝升级归足期 免费帮粉丝 超武则店之后 直播间人数 开始逐渐增多 因为 直播网者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 因为直播间显示的是人气 不是人数 但我根据直播间的互动来看 真是人数应该 不低于一万人 当时可谓是风光无限 人气爆棚 人多了 慢慢的就有了 质疑的声音 中奖的 不会说你好 和中奖的 说你是垃圾 你不送我六四把 你就是骗子 因为刚开始搞臭脚 被人质疑很正常 所以每次有人质疑 我就会想方设法的给他们解释 我是真的 不是假的 慢慢搞的时间长了 都知道是真的了 再有人来直播间问 是真是假的时候 直播间的粉丝 就会自动来给他解答 说到这里 大家肯定很高兴 拉特哥 你是傻子吗 你是夫人宅土豪吗 为什么有钱不留着自己花 干啥要送出来呢 其实我原来在直播间告诉过大家 因为我喜欢玩游戏 自己的花充满了 没地方充满 粉丝支持我 我给粉丝宠 合情合理 理所应当 可以接受 并不是说我前途的没地方花 我的家庭 在村子里只是中等条件 算不上好 也算不上差 村里爆花库 穿钱库大有人在 我的家庭条件在人家面前 那就是不值一提 只不过是温饱不抽而已 大家肯定说 拉特哥你跑题了 你说 这个是原来告诉我们的原因 是假的吗 是不是原来忽悠我们了 并不是的 我从做主播到现在 没有忽悠过任何一个粉丝 我想说的是 其实当时说的原因并不全面 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同一期做主播的 有好几十个 有做好的 也有做的一般的 当时西瓜视频 大力富翅游戏这一块 我发现抽奖后 直播间人际很高 人际高收益多少 会有所涨幅 但是跟主播那样的主播的收益 依然是没法比的 只不过相比较自己以前 还是很不错的 我就想说 我给粉丝送 不管花多花少 只要不亏钱就行 慢慢的就这样走到了现在 回到这上面讲的 当时直播王者可谓是风光一时 人气爆炸输出 因为当时的王者主播还很少 直播间真实人数能到一万人的 更是屈指可数 数据老脸一红的话 你们可能得说我说明了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直直播王者到现在的话 我自认为我的直播间人气 不低于现在的张大心 可惜事情没有如果 在我风光无限的时候 腾讯公司对西瓜视频进行了制裁 不允许西瓜直播王者 这个消息传来让我直接跌入深渊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以前的内容全炮烫了 需要做转型 还有个事情 其实你们谁都不知道 不出意外的话 我应该是全网第一个跟腾讯公司打官司的游戏主播 在腾讯和西瓜王者事件中 我是主播维权方的出庭专家阵营 这个照片是我当时在广州互联网法院 和天美工作室的游戏策划的合影 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主播 虽然我们距离力争 不过最后还是失败的 西瓜从此不允许再发表 网址有要相关的视频和直播 我充游戏的钱和粉丝的钱 我充游戏的钱和松粉丝的钱 等于泡汤 只能背后转型做穿越火线 有的网网者的 也网穿越的还会继续看我直播 不网穿越的粉丝 就因此走了一大波 不过我一做穿越火线又火了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六四八 直播间天天送六四八 换谁谁不火 但是前提是你的 像足够的本钱 结果好久不长 没多久 CF也被禁播了 我严重欢迎 我被人对的兄弟们 开广告 腾讯公司怎么可能 因为我一个小主播 专门禁播 只不过是巧合的 啥事情都让咱们赶上了 在CF禁播后 我玩过很多游戏 四级两场国际服 水龙飞车断游 水龙飞车手游 猫口老鼠 孟宏西游手游 等游戏 玩一个 客间一个 后来有一个粉丝 给我说 马转哥 你这么喜欢客间 你快来玩火影忍者手游 这个游戏太适合你了 因此入坑 火影手游 刚玩的时候 啥都不懂 只会误恼六四八 玩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我在的区 是个弟弟区 我第一个区是1163区 这个区在跨区排名很低 整体占地有点低 然后就想着换一个新区玩 当时在老区已经充了20万了 特别商店已经清空光了 三个无形S 虽然不会玩 但是在疯狂六四八之下 也拿到了直播的占地 但是感觉在老区冲钱的 就没意义了 就计划着跟粉丝做伙去新区玩 后来 新区也拿到了全区第一 结果没多久 跟我一块玩的粉丝 我是绑一 他是绑二 他的号被他的带恋 无情毁号了 当时我的战斗力 已经200多万了 在这个区也冲了五六万了 结果区里 一组二组上演无间道 结果 直接就给我心态搞崩了 然后就退去了 后来粉丝告诉我 拉丝哥 火影无间道 是各个区 经常上演的大戏 太正常了 后来又回1168 1163 玩了一段时间 自己的技术 也勉强打到了上人意 然后跟粉丝 重燃心去梦 我们再度起床 记录到了1511区 这个区当时 我就是直接抱了一起手 天天满金币 满特权商店 不到一个月 就克金十亿万 战斗力也是突破拆 战斗力也是突破天际 组织也在我每个月送 一个六四八的岛道下 稳居一组 此时 我再次迎来 我的人生巅峰 直接又火了 这个时候 我已经转型到了 这个时候 我已经转到了抖音直播 直播游戏的话 场均三万人同时在线 不直播游戏的话 让自己真人露脸的话 是场均一万人同时在线 可惜好几个长 在开区满意 为我巅峰争霸中 被无差别冠军 小豪打败 打了他两个忍者 最后一个没斗 被连死了 其实输给一个冠军 也没什么 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做出 曾热度这个行为 其实可以理解 毕竟火影玩家游戏 我又是别的游戏转过来的 肯定能给他带来人气 这个事情在以前 我是从来没有说过的 因为我真的不想说 因为我对热度 一直看得很淡 吸引的家人 应该不难发现 我发视频很多时苦嘴 为什么我不在这里 充钱后的第一时间 发视频呢 因为我知道 本身我已经是 火影热度数一数二的主播了 如果每次出新活动 新抽奖 我在第一时间发表的话 其他主播之间 就一点流量 也拿不到了 而且 从我17年直播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公开 在全网说过 我在哪里直播 为什么呢 难道我不想让直播间的人 多一点吗 很多粉丝可能关注我三四年了 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在哪里直播 因为我想给其他主播 留一点生存空间 我不想垄断 这个游戏人群 回到上个话题 有人说 那你怎么知道 小花在蹭你热度呢 因为他自己的逼量好 几天不更新一个视频 结果 在跟我PK完之后 熬夜把PK视频发露出来 我都还在睡觉 我是计划第二天在发的 他为了拿一手热度 深夜发稿 他另外一个实况号 发得更早 凌晨一点就发了 这东西还不明显吗 不过蹭热度 也可以理解 人往高处走 所以往低处流 就好比后来 我跟静静的PK 那不就是静静为了来蹭热度 但是蹭热度可以 你不打招呼 就直接蹭 而且还是用踩着我 往上蹭的方式 说实有点无法接受 静静当时跟我PK 就是虎牙来找的我 剧本也是提前定好的 说是打三把 然后数量把赢一把 结果谁知道 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给我来了个三杠零团面 说不过提前打过招呼了 最后主办方也给道歉了 少都怪他们 下次绝对不会的 人家都给说好听话了 所以也就算了 说到这里有人要说的 拉筒跟你技术 垃圾打不过小豪 还怪人家蹭你热度的 你怎么不找个带电指尖 把他给秒杀 有啥说啥 我玩这游戏 从来就不在乎技术 是英是书 对我无所谓 这东西就好比 你让小学生跟乔丹打篮球 有科比性吗 你让一个钢龟走的英文人跟苏炳仙 比美美中速 能比吗 树有专攻 技术好就是技术好 技术散就是技术散 无可厚非 也没有争议 但是他这个蹭热度行为 导致我在1511新区 辛苦打造账号 天天在直播间送六四八 功亏一篑 轮为小话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想蹭热度 让粉丝 你提前来跟我说 我肯定会给你面子 这都没问题 但是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导致我冲的钱和送的钱 直接泡汤 我相信你的这 我相信这是你的无心之举 可是你的无心之举 却让我的努力百废 技术主播跟垃圾主播 有什么可打现 瞬间你的热度直接是上去了 喜欢技术主播的 全去你的直播间 你直接踩着我上位 说是没毛病 这件事已经过去正整一年了 那大家要说了 你为啥当初不说呢 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得抑郁症 现在我已经抑郁的每天 无法生活 我前段时间 甚至蒙发 跳楼自杀的程度 不过后来一看孩子还小 对吧孩子养大 不为自己 也得为孩子考虑 所以又忍了下来 但我刚玩火影的时候 玩火影的都会说一句话 看秋风就图娱乐 学技术 还是拉小哥 啥意思 其实大家都知道 咱们技术菜 只是故意反着说 为的就是娱乐搞笑 但是在蹭热度的时候 直播间天天都是来带节奏的 另外大家可能要说 辣条哥你平常说人家蹭你热度 你打不过人家呢 还怪人家 我上面说过了 谁都喜欢蹭 谁都想火 如果有机会 我还想蹭我偶像周军伦的热度 可惜我这辈子 大概都没有机会认识杰伦了 只不过 是他的这个行为 导致我的直播 直接瘫痪了 没法直播 一直播全是带节奏的分子 直接就是说垃圾 其实本来技术就垃圾 他们说的也没错 但是我的11万和送的钱 就等于打水漂了 最后被迫无奈 直接把我1511的区域免费送粉丝 前两天我看KK好友 也被那个中间的粉丝删除了 估计他不是把那个号卖了 就是脱粉了 不过这是我自愿送的 所以可以理解 然后就又重新回到老区门了一个时间 后来出来11888区了 我看这个区号挺顺 然后就再次起航 这次还是很成功 在我精心打造下 我的号和这个区走向都很正 意志本区跨区利益 本伏的一族二族就是跨区的一族二族 也一直滑到了现在 不过光因为蹭热度 倒不至于让我抑郁 那个都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只不过内伤在前 如果不是蹭热度事件 估计现在应该还会动火 现在抑郁是因为 人气限流收益下降 还有一期系列 失败不恶心的事情 现在抖音上面流行大风车广告 只能说咱们太可怜了 如果放在一年前的话 直播间依然是每天送十个六四八的送 同时我也不会亏钱 因为大纸风车 他就等于站住上 把这个钱拿出来了 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 辣乔哥有人来找我了 我说找你啥事 然后说了一些事情 最后告诉我 辣乔哥 你就是这次模仿的目标 我说真的吗 他说我还问了 那你怎么不去找辣乔哥 他说那个人说辣乔哥不受控制 说实话 我真的是想哭 听他说我不受控制 然后强行托盘转移了在我身上的流量 重新打造了个新主播 后来这个事换神也是这么做 因为你对平台来说 你只是一个主播 平台可以随意打造主播 而且老主播流量人群 基本固定 打造新主播的话 可以增加一点新人群 这个只能怪我自己 怪我从蹭热度之后 就开始消极直播 但是真的没办法 如果能好好直播的话 谁会不直播 当然了 如果这个视频 平台看到了的 他们肯定会说 辣乔哥你这是在诽谤 胡编人造 在这说一下兄弟们 我是真心感激平台 因为没有平台 就没有辣乔哥 辣乔哥根本不是土豪 否儿胆 我给大家送的六四八 也都是平台给我的工资 只不过别人把工资 装进了自己的兜里面 我却把工资拿出来了投资 投资什么呢 投资游戏正好 和直播间抽奖 要外就只能怪自己倒霉 我什么事都是开拓者 结果开拓者 却死在了沙坛上 我一言不吹 我就敢说 抖音的火影板块 就是被我一手带起来的 你想吗 在我巅峰时期 一处蜡蜡蜡在抖音直播火影 那自然而然 会有一大批火影主播来这里 可惜咱们 火影的开拓者 却死在了路上 后来我也玩过 梦幻西游手游 当时天天在抖音直播梦幻手游 连续玩了两个星区 都是全区地 一个区就是三十万左右 结果当时梦幻西游 不被平台感动 直播梦幻没有任何关注 然后就被迫放弃 继续火影 现在 梦幻手游 端有在抖音 野火的 最初吃房鞋的 又一次死在了沙滩上 但是也没办法 只能怪自己倒霉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 那条关系全网2000万粉丝 因为每个月广告 不得十万二十万 可惜广告没发现 具体因为射击商业内幕 不便多说 自己走的路全是坑 掉进各种坑里面 而且一掉 就是爬不出来的那种 我发这个视频 也没有别的意思 主要是有些话 我憋在心里面 实在是难受 你们要知道 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我还是前段时间 跟无有聊天 那次我们聊了很久 他说 那条哥你太可怜了 我太同行你了 他说那条哥 不管你干啥 我绝对支持你 你得振作起来 然后经过一番思想磨斗后 我才鼓起勇气 发这个视频 当然这个视频 也有可能会被删除 因为各个平台 是不允许提别的平台名字的 咱们这里面涉及平台过多 最后再说一下 如果是顺头顺着 正常发展的话 现在我早就是千万发展了 可惜事实难料 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 我干主播到现在 卡上面一毛钱没存住 全充游戏和粉丝抽奖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我给游戏充钱 得350万到400万之间 给粉丝抽奖 也得一来万起路了 结果把自己混成了 中毒抑郁症 还有就是 自从CF水墙策划的时间之后 因为我站在了玩家这边 全网表态 不解决那几个问题 我就不再客机 从那以后 到现在 我也没有已经 已经没有发一个CF试试 不代表 不发不代表我退休 主要我太爱CF了 上号一看一堆抽奖活动 新武器 我肯定会忍不住选要去买 但是买了 就违反承诺 不买的话 自己又憋得难受 属实是凄乎难下 精彩了 不过大家放心 CF我肯定不会退休的 开什么玩笑 我是CF手游 全世界 点赞第一好吗 怎么可能退休 对不对 但是我还想说一下 这个世界对游戏主播的 意见也不友好 有人喜欢鞋 买了一堆AJ 你说人家是潮流大人 有人喜欢唱歌买了一堆乐器 你说人家有才华 有人喜欢汽车买了一辆豪车 你说人家是高富帅 别人买车子出门 可以给别人说 你看我有一辆兰博尖尼 你说人家好帅 而我喜欢游戏 所以我给游戏充钱 给游戏投资 我出门得带十个手机 一个手机打 一个游戏 然后给别人说 你看 我在XXX游戏里面 是宝衣 结果换来的却是 这家伙是散逼吧 直接沦为笑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正视 游戏爱好者 玩物丧志不可取 沉迷游戏 不思进取 不学习 不工作的 肯定要强烈抵制 但并不是所有的游戏 都是负卖的 如果我们是积极相上的 我希望你能给我 一份鼓励 我发这个视频 没有埋怨任何人的意思 更没有说平台对我不好的意思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没有平台 就没有辣条锅 辣条锅能走到现在 全是辣平台 发的工资 弄的 全是靠大家支持我 大家不需要给我 给我刷一抹钱礼物 你对我的关注 就是对我最大的赞助 我发这个视频 只是单纯的想要 摆脱一余众 我想做一个乐观开凉的人 我想再次起航 重新定位 做自己 我不希望大家看完 这个视频之后 你去带某些人的节奏 我也不需要大家 来给我刷礼物 大家只要还在关注我 有些满意子 往上一句话 形容现在的我很贴切 辣条辣条你别倒下 不然隔壁大妈 会轮番笑话 如果已经发展到了 这个地步了 谁也没有办法 我们管不了任何人 我们只能管的 只有自己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任何事 没有谁对谁错 你成功的 你就是对的 我希望如果你还记得 那圈哥这个人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放弃 今期我正在重新规划 我的内容路线 争取不再让人说我 只会充钱 我也要做优质内容创作者 其实我17年的时候 就是做王子荣耀 搞笑视频起家 以前不夸张的时候 全往王子荣耀 搞笑视频 我绝对是元老 以后六四八 我还会继续送 千万大家也不用担心 咱们直接找广告 单中商就行了 咱们下载他游戏 他给咱们广告费 我拿广告费来送六四八 我认为这个逻辑 是可行的 最后再度强调一遍 我求你千万不要带别人的 我求你千万不要带别的主播 和平台的节奏 这个视频 最后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 王者失败 VS失败 火影失败 梦幻失败 吃鸡更加失败 还没开始就对官方之间 封考一年 不然我也是个吃鸡大康 这几年是干啥 啥失败 最 弄最近非常火的一句话来说 失败了 但又不是完全失败 对吧兄弟们 失败了 但又不是完全失败 其实这个视频 依然 没有把握想要说的话 出权 这个视频里面讲到的 最多只能算我 百分之四十的因素 还有一半的一 一大半的因素 无法对外公开 后面我除了会继续做游戏直播和发视频 我还会专门创一个主播群 不管你是大小主播 只要你是游戏主播 就可以加 进来之后 可以互相蹭热度 比如 单挑PK 连卖互动 等等等等 为的就是给刚做主播的朋友们 提供一丝点力 而且我还要以自传题材改编 写一本 原创电子书 题材学范 废材修先 逆袭升级 热血 爱情 各种方面都会包含 宝进风从魔力出 逆境 使人进步 困难 要么直接把我打死 要么我就把困难打死 另外送口 现在 另外送给 现在正在奋斗努力 另外送给现在正在努力奋斗的 各行各业的你 一句话加油 追猛人 练磨着屡遭失败的抑郁症患者 都能重燃希望 你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 哪怕梦想遥不可及 我们一人要做那个 不可能中的可能